绝对是我看过最离谱的一月心翻 男主仅是靠种地就种出了一个大大的后宫 不同种族的美少女更是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看着后宫一片祥和的景象 男主却不禁想起了自己刚来到异世界的时候 那时的他还是个球 管理世界的神明就突然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因为男主的人生实在太过悲惨 不仅身患绝症还遭到了亲人的背叛 所以神明决定赐予他第二次人生 不仅可以拥有百病不轻的健康身体 甚至连人生方向都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 突如其来的惊喜让男主一时愣了神 但他思考片刻还是决定从事农业 理由竟然是他在住院期间 非常喜欢一个让偶像种地的节目 毕竟他生前的人际关系就非常差 所以他希望可以在人烟稀少的地方悠闲种 神明听后也没说什么 直接就给管理农业的同事制了个殿 在得到农神的许可后 神明赐予了男主万能农具的神明 然后他轻轻一点男主 男主很快就失去了意识 等他再次睁开眼睛 已经出现在了一片森林之中 他先是摸了摸自己的脸 适应了一下自己的新身体 男主从没想过健康的感觉是如此美好 但既然顺利复活了 他决定努力过上梦寐以求的务能生活 首先就是要掌握目前的情况 男主放眼望去四周全是茂密的森林 这让他有点懵逼 虽然他希望这里是个人烟稀少的地方 但也不至于是个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吧 但生活总要继续 男主突然想起自己还有个万能农具 随着他念头一转 手中立马闪出一道金光 一个标准的锄头就出现在了手中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魔法的力量 只要用这个锄头 男主不管多卖力耕地都不会累 在坚硬的土壤和树根也是轻轻松松 但在种地之前水源与粮食问题必须要解决 所以男主决定探索一下周边 他竖起耳朵开始仔细倾听 大耳边只传来了树叶的稀疏声 别说能吃的东西了 简直就是寸草不少 而且仔细想想 在这种地方碰到野兽什么的也一点都不奇怪 还是得赶快找到安身的地方才行 很快男主就发现了一棵壮观的大树 完全可以把它当成地标来建造具体 下一步就是确保物资了 由于附近没有河流 所以男主决定挖个水井出来 他先是四处乱窜来选择一个顺眼的地点 然后创造出一个铲子 这个铲子也如他所料 无论怎么使用都不会觉得累 但挖着挖着他就发现自己好像出不去了 于是他决定换种方式 那就是斜着挖 或许是天命所归 男主没多久就挖到了一处泉眼 确保了水源之后 下一步就是粮食了 但在此之前应该先保证自己的安全 于是他召唤出镰刀 开始清理大树周边的杂草 顺便还能找找果腹的东西 但男主找了一圈却什么都没发现 并且考虑到这块迟早要变成农田 所以他决定砍倒眼前的小树 印象中砍树的正确操作应该是先砍右边再砍左边 于是男主很快就做好了准备 男主没想到自己的农具竟然锋利到如此程度 捡回一条小命的男主决定尝试一下加工 先是砍掉树枝切成原木状 然后包下树皮 进行再次加工 很快男主就准备出了很多木板 根据他以前玩过的建造类游戏来看 他应该可以建一个小屋了 但必要的钉子和粘灼器却还不见踪 看着地上木头的影子逐渐拉长 男主这才发现自己完全忘了时间 等天黑下来他不就得原地等死了吗 男主着急的想要创造出火柴 但根本毫无效果 于是男主灵机一动 创造出了一个放大镜 如果太阳还没下山估计还挺有用的 好在男主赶紧在树干上挖出个大栋 借着月光开始制造小家具 看着天空中相互依偎的两轮明月 男主第一次有了来到一世界的真实感 第二天男主第一件事就是开始生活 借着为了造田 他将周边的森林都耕了一遍 虽然在使用万能农具的期间 男主不会饥饿 但在工作的间隙还是会消耗体力 所以他已经感觉到肚子饿 就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时 一个开了狂暴的兔子猛地窜了出来 男主情急之下一出头就嗨了过去 兔子也进化成了兔子肉 得了便宜的男主还怪起了 兔子实在长得太丑 吃起来的味道也是一言难尽 但食物吃下肚子后该拉的还是会拉 所以男主接下来造的就是厕所 马桶做出圆柱状 然后造出排水系统 就在男主美滋滋地做下去之后 他才发现这暴露的感觉实在难受 于是他苦心钻研 终于造出了一个舒适的厕所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造田了 他在心中开始考虑该种点什么 比如方便储存的土豆和洋葱 但直到他种完田他才发现 自己根本就没有植物的种子 但此时的天已经黑了 男主只能暂时撤退 但奇迹的是第二天一早 土里竟然长出了幼苗 难道异世界的植物 连种子都不要就能发芽吗 或许这也是万能农聚的能力 虽然不知道这些都是什么东西 但男主已经决定好接下来的事情 那就是全力守护好自己这片态地 于是他先是在周围盖好栅栏 接着在栅栏外挖好好河沟 用来做抵御魔兽的第一道防线 花了几天时间 男主总算完成了初步建设 而这段期间 他都是靠着丑兔子勉强度日 在男主的精心照顾之下 幼苗也在一天天长大 虽然不知道能种出什么 但男主只求是一些能吃的东西 要是全是一些观赏性的植物 他估计能崩溃的大库 又过了几天 男主总算盖好了小屋 由于没有粘着剂 只能在木头上画出钩槽 然后一点点累起来 进行到一半实在举不起木头 男主就把里面的地面 往下挖进行增高 屋顶则是由木钉和树皮制成 虽然成品像是三只小猪里面的木屋 但总比树洞要强了不少 时间就这样一点点过去 男主看着蓬勃生长的植物 充满了干劲 就在他的日子走向正轨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屋外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那是一对大狗 男主感觉他们并无敌 而且看起来伤痕累累的 于是他搭上木板 邀请他们进来做客 恰好男主还在烦恼 狗可是农民的好伙伴 要是他们能留下来就好了 就在这时 母狗好像要生了 这个突发情况整得男主不知所措 只能先把他们带到屋里 男主紧张得好像他才是生父 毕竟这种情况他也是第一次见 他也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随后他为了避嫌就躲回了树口 但他的心里还是替母狗紧张得不行 时间总算来到了第二天 男主礼貌地敲了敲房门 映入眼帘的就是安然无恙的一家六狗 为了给母狗补充营养 男主送来了食物 他本以为狗狗们会在安全后离开这里 却不想他们好像决定留下来了 而且还把小屋当成了自己的家 于是男主只好给自己又建了个新房子 等小狗狗们能够奔跑的时候 食物总算结果了 那是一个个小番茄 男主咬了一口发现味道不错 狗狗们也会出门捕猎食物 甚至是四处巡逻 所以男主替他们取了名字 公的叫小黑 母的叫小雪 男主也会将自己的蔬菜与他们分享 虽然日子总算平静了下来 但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不过男主并不着急 因为他只想过着悠闲的日子 男人在森林中突然发现了一只衣衫蓝绿的小萝莉 这诡异的场景让他愣住了 他下意识地就将衣服披到了小萝莉的身上 殊不知男人的行为完全在小萝莉的意料之中 只见小萝莉浑身缠绕着粉光突然长大 几秒之后 一个身穿制服的银发玉姐就出现在男主的眼前 身为一个负责的神明 送人类转生之后寿后也要做到位 可就算是神也会出错的 可出错有一次就有第二次 他将男主转生的地方是充满魔兽的死亡之孙 但神明的规矩无法干涉人类 只能等男主寄了之后他再来道歉 尚不知情的男主做了神像感谢神明赐予了他万能农具 目前尚处于原始社会的他 兔肉午餐都是生产地直达没差价 小黑子们也跟着享福顿顿都有肉吃 唯一的休闲活动就是和小黑子玩飞盘排解计谋 有小黑子帮助让男主在森林里不会迷路 扩大搜索森林男主找到了水源 他想做一个水道一直到自己的基地 他用万能农具变出了一台手推独轮车 配合无限体力的设定成功翻车 作为体面人还在河边修建了厕所 随后他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耕底 为了榨油种了油菜花 还有方便储存的小麦以及当零食的甘蔗 但眼看天气越来越猛 他必须要找到郁寒的方法才行 原本想用瘦皮的想法也泡汤了 因为那实在是太臭了 不过小黑却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一只毛茸茸的蜘蛛自己送上了门 着急找工作的他上来就表演了一段猜疑 用身体里的蛛丝在五秒内支出一个精美的手帕 男主当然不会放过这等手艺人 于是蜘蛛就在据点的大树上住了下来 男主只需要每天为他提供足够的土 他就能不辞辛苦的为男主制作衣服 甚至就连复杂的皮毛加工都能做到 这回男主再也不用担心被冻死了 毕竟光是蜘蛛产出的布置品 就让男主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一大截 为了感谢他 男主根据第一印象给蜘蛛起了个响当当的大路 那就是坐垫 很快冬天就来临了 男主只能归缩到木屋里不敢出门 但不知道为什么 男主总觉得有一种莫名的寂寞 他甚至都忘了最后一次与人说话是什么时候 随着时间的流逝 男主总算挺到了春天 小黑的孩子们一大早就精神抖擞 组团前往了森林深处 男主本以为他们是离开了这里 没想到只是几天时间 这帮狗东西一个个领着老婆就跑回来 男主瞬间无语 以前大家都是单身狗 现在怎么只剩他自己一个了呢 甚至就连许久不见的坐垫都生了一窝的小蜘蛛 看到大家都有了新家人 男主感觉身上担子都变中了 就在这时 他突然发现坐垫发出了危险预警 小黑很快就找到了男主 于是他就发现了坐在森林中的银发萝莉 多亏了男主的无偿献血 萝莉很快就长大了 但女孩帅气不过三个 男主还以为女孩是他的敌人 可没想到女孩竟然毫不犹豫地否认了 虽然自己刚才是吸了点男主的血 但他本来想着是要好好道歉的 伴随着小黑危险的目光 女孩显得可怜巴巴的 放下心来的男主从他的口中得知 女孩的吸血只是恢复体力的一种手段 他原本以为一只狗他还是能打得过的 却没想到身后还站着一夹子 男主虽然知道是女孩先动的手 但他还是决定让他吸几口血作为补偿 尽管女孩有点吃惊 但送上门来的食物哪有拒收的道理 很快女孩就再次发育了起来 但男主却发现他好像比之前小了不少 于是他就让女孩多吸了几口 跟着男主回家的女孩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 毕竟他还从没见过这样的植物 看到女孩对番茄很好奇 男主变化出茧子 直接给女孩来了一个 等女孩尝下第一口 他就被这种特别的口感征服了 而这也是男主的能做成果第一次被夸奖 开心的他领着女孩穿梭在各种植物之中 直到太阳落下了山 女孩的脸上依然挂着开心的笑容 毕竟他可是看到了无数新品种植物 而男主从女孩口中得知他叫做露露 作为一个吸血鬼 他似乎正在研究药草 而他之所以来到森林中 也是因为贵族想要抢夺他的研究成果 为了躲避杀手 他只能来到传说中的死亡森林中避避风头 但男主显然没听过这个森林的传说 甚至就连魔法和道具也是第一次知道 他懵逼的反应直接给露露整无语了 他活了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见到男主这样的人 而男主也没想过会在这里遇到露露 想来这种偶然也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于是他果断地请求露露住下来 女孩还以为男主是邀请他在这里做客 却不想男主是想要露露永远地留在这里 与他一起生活 男主这突然的请求让露露慌乱的不行 毕竟这也太突然了 但男主却不想失去这次机会 他不在乎露露是否被追杀 更不会在乎露露吸血鬼的身份 他只求女孩能留在她的身边 男主决绝的态度让露露沉默了 其实男主自己也很惊讶 他原本是因为社恐才来到这里务弄 却不想他小看了孤独的痛苦 露露似乎被男主的真情流露所打动 但这件事对他来说实在太突然了 明明两个人互相还并不了解 直到现在男主才发现自己表达错了意思 但既然如此 不如将错就错 就这样 男主亲手搭建的家园 终于迎来了他的第一位女主人 群精灵在外流浪了两百年 几乎什么事都会做 但唯独定居和繁衍做不到 自从有了吸血鬼老婆以后 露露吸为村子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半夜上厕所不怕掉进茅坑 他以为每天饭菜清淡是有特殊原因 男主尴尬因为没有找到盐巴 露露吸一脸夸张 他指出身边的盐层表示几乎都是盐分 男主今天准备去看果树园的状况 他又种了很多新品种 虽然露露吸泡的茶也不错 但他还是喜欢喝绿茶 突然蜘蛛子敲响警钟 等男主来到森林 发现相同的地方出现一位天使 这莫名的熟悉感让他愣在了原地 因为上一个这么出现的女孩 已经变成了他的老女 终于获救的天使妹子 向男主道歉 随后一个简单的魔法 就让自己恢复如初 可就在这时 男主突然发现自己的大老婆 一副鬼鬼脆脆的女孩 经过交谈男主才知道 这两个女孩竟然还是朋友 天使妹子向露露问起了男主的身份 露露瞬间变得羞涩了起来 她向男主介绍自己名叫蒂亚 是一名货真价实的天使族 但男主哪知道这些 她还以为蒂亚类似于上帝的使者 但露露却吐蒂亚 不过是一个脑袋里 全是肌肉的战士罢 而蒂亚之所以来到这里 也是因为受到贵族的委托 抓露露回去 露露平时总是研究一些奇怪的要紧 只要稍有不顺 她就会将所到之处都炸得金光 所以颜面禁尸的贵族 当然要抓她归案 露露对蒂亚的说法虽然颇为不满 但她还是老实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甚至直言自己 就是因为打不过蒂亚才逃到了这里 她的这些话让女孩惊讶不已 因为她记忆中的露露完全不会说出这种话 殊不知露露早就臣服于狗狗们的强大实力 但这都不重要 她强烈邀请蒂亚也一起住下来 不等女孩拒绝 露露就带着她参观了农田 更是向她介绍了可可爱爱的作店 蒂亚的反应和露露预想的一模一样 随后她邀请蒂亚一起去采收蔬菜 于是男主手把手地教蒂亚如何采摘卷新菜 很快她就被这新鲜的蔬菜味道给征服了 心甘情愿地干了一天的农活 虽然成果非常不错 但她还是感觉累得要死 不过能品尝到从未吃过的草莓 倒也是让她感受到了乌农的乐趣 很快三个人的乌农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两个女孩精湛的魔法也让男主轻松了许多 这天蒂亚请求男主多种一点草莓 但男主却显得很为难 因为现在他们的人手严重不足 这句话倒是让蒂亚想到了什么 就在这时 男主突然发现眼前出现了几只小狗 而这些都是小黑与小雪的儿女们生的 他们的繁殖速度如此之快 之前见的小吴显然就不够用了 于是男主在果园旁边设置了犬区 而坐垫的孩子们也不甘示弱 他们向男主道了别 乘着制作的降落伞就随风远去了 就当男主有点失落之时 他突然发现坐垫还留了几只小蜘蛛陪着他 男主对此欣慰不已 而一旁的蒂亚也表示自己要外出一趟 男主还以为她也要离开这里 男主虽然外表波澜不惊 但心中早就乐开了话 看着精灵们一个个开始自我介绍 男主直接懵逼了 他唯一能记住的就是几个女孩都信 而这代表着他们都是有着血缘关系的意思 他们是受到了蒂亚的邀请 希望男主能够收留他们 看到男主还在装模作样 蒂亚说起了精灵们的苦衷 他们过去曾居住在遥远的北方 但那里因为人类的战争变得满目疮痍 精灵族群也因此四分五裂 最后只能四处流浪寻找栖身之地 所以他们真的希望男主能够收留他们 而一旁的大小老婆也在劝男主答应 毕竟这些年轻的女孩子肯定能成为不错的劳动力 殊不知其中最小的女孩都有三百多岁了 但面对两个老婆的苦苦哀求 男主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 毕竟只要长得好看 岁数都不是问题 因为一口气增加了许多居民 男主决定来增建房屋 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男主足足有着七个大宝贝 他们不仅熟知建筑技术 动手能力更是没话说 甚至男主都要在他们的指挥下辛苦劳动 只见不到十天的时间 一栋大别墅就造了出来 相比之下 男主的小屋简直不要太丑 而且别墅内的设施更是豪华的不行 看着楼下的女孩们开心的模样 男主感觉自己这些天的辛苦实在太值了 很快精灵妹子们就投入到了蒙活之中 他们的行为也是豪放的不行 生吃大蒜什么的都是小儿科 但听到他们还会生活烤肉时 男主还是很惊讶 毕竟这和他记忆中的精灵完全不一样 难道精灵们不都是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平常吃的也是树果 为了保护森林连铁器都不佩戴 男主的这些蠢话让女孩都笑出了声 他提醒男主千万不要小贪大罪 男主说的这种生活方式估计都活不过三天 而他们为了感谢男主的收留 决定负责这里的锻造工作 男主愣住了 提到锻造第一个想到的不应该是矮人吗 但显然这个世界不太一样 很快男主就收获到了一口大铁锅 他不禁感叹这帮大宝贝们简直什么都会 但毕竟他们在外面足足流浪了两百多年 要说他们有什么做不到的话 有着精灵妹子们的帮助 男主的生活变得轻松了起来 这天一个粉毛精灵想要试试烤面包 经过男主的同意后 几个精灵女孩说做就做 每个人分工明确 很快烤面包就做好了 其美味程度远超男主的想象 按着自己其乐融融的后宫 男主突然想起了什么 他问露露这里是属于谁的领地吗 露露想了想 大概是没有吧 但硬要说的话应该是魔王 这恐怖的词语吓了男主一条 但露露却让他放宽心 毕竟这里的一切都没有受到魔王的帮助 这个农民可太行了 家里已经有了九个富白貌美的美娇妻 每天都心甘情愿地为他在地里插秧 但他对此依然感到不满足 老婆们不得不亲自为他 又找了五个精灵妹子壮大后宫 咱也不知道神明赐予他的健康身体 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 这天男主像往常一样做着农活 却不想小蜘蛛好像找他有事 男主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一只硕大的蜜蜂被五花大绑了起来 男主还以为小蜘蛛是想吃掉他 却不想这是小蜘蛛送给他的礼物 不仅毫无威胁 甚至看起来还美艳动人 就这样 男主不仅多了一个小宠物 甚至还给他做了一个蜂巢专用房屋 里面全是一些勤劳的工蜂 顺便一提出了蜂后体型巨大 其他工蜂们还是正常大小 就在男主思考蜂蜜的可用之处时 巨大的蜂巢直接给凑热闹的迪雅吓得疯狂逃窜 男主还以为他对蜜蜂是不是有什么阴影 而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建造蓄水石了 但他却连建材都还没决定好 因为据点雨和流离的实在太远 男主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石头 但石头对森林来说可是稀缺资源 而长距离的水稻用木头还容易漏水 于是男主突发奇想 他用万能农具将土壤固化 做出来了一个类似水泥的材料 既然建材已经决定好了 男主带着精灵老婆们说干就干 先在瀑布上方设置了吸水口 然后在地基上堆土 最后再将水稻的零件摆上去 多亏了精灵老婆们的协助 水稻很快就正常运行了起来 这样一来他们再也不用喝紧水了 就在这时 男主突然发现了顺水而来的鱼儿们 就在男主思考该怎么料理他们之时 一只大鱼就冲着男主袭来 好在男主伸手敏捷 三下两除二就将它变成了烤鱼 这波操作直接给露露都看了 这么凶残的鱼真的能吃吗 等男主做好料理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的正宫 但露露却是一点勉强 推托着让男主先吃 于是男主也不客气 一口咬下去直呼好吃 有了男主这个试验品 露露和地亚才算是放下心来 他们还是头一次吃到这么美味的烤鱼 就在男主感到欣慰之时 他一回头就看到了垂涎三尺的精灵们 虽然大家对这次的烤鱼评价极高 但男主还是想要吃主食 于是他动用万能农具终于种出了稻米 但既然这也能种到一般的田地 那水稻田想必也不在话下 于是男主挥舞着出头 开始在几个女孩面前疯狂乱转 很快就开榻好了农田 然后迅速开榨放水 接下来就需要老婆们的帮忙 看着男主熟练的插秧 女孩们也有样学秧 光着小脚丫就是一顿猛干 很快水稻田就完成了 并且结碎也比想象中快得多 接下来就是需要割稻子了 男主本以为这是个巨大工程 却不想武艺高超的精灵们几下就收完了 然后就是脱壳 男主用万能农具 变了一个古早时期的脱壳机 用它好好的装了波鼻 接下来就是过筛 再放入石灸中去壳 最后用木杵去烤 闪亮亮的大米就此出炉 就在女孩们以为总算能吃了的时候 男主却给了他们当头一半 因为生米还需要煮熟才能吃 但在此之前 男主先让露露帮忙生个火 就在精灵们瞧手一带的时候 一锅香喷喷的米饭终于做好了 但这还不是最后一步 男主运用娴熟的手法 将米饭捏成了精致的饭团 露露看着手里的饭团有点不敢下毒 但为了不辜负男主的努力 露露只好闭着眼睛吃了进去 却不想味道却却出乎了她的想象 这是他们从未体验过的滋味 饭团驾鱼肉的组合更是天作之和 果然辛苦耕作还是值得的 可能这就是农民最开心的时刻了吧 虽然没吃到饭团有点遗憾 但看到老鹏们开心的笑脸 男主还是很满意的 就这样 插秧变成了男主每天的任务 但看着精灵妹子们 一个个使用魔法瞬间将自己变干净 男主属实有点羡慕 干了一天的农活果然还是想要泡个澡 于是男主说干就干 很快就画好了草筒 虽然女孩们很不理解澡堂子有什么用 明明在河里洗澡非常方便 但他们看到男主激动的样子 还是答应了下来 男主先是用水泥制作了烟头 然后从水到饮用水源 紧接着就是澡堂中最重要的浴池 甚至就连花洒男主都准备好了 但他很快就遇到了问题 虽然从河流饮水很是方便 但把生活废水排入河里就不太好了 对此蒂亚倒是有个办法 那就是使用史莱姆 他们可是专吃脏东西的大自然保护者 蒂亚也不啰嗦 飞出去就给男主抓了一只史莱姆回来 但男主显然对这个门王同族魔物有所忌惮 他甚至还问小黑他们要不要尝一口 就这样 废水进化问题也解决了 一切准备就绪只需添柴烧水 他注意到木头上长出了蘑菇 因为害怕蘑菇有毒一直不敢采摘 作为研究者露露西建议是不要乱吃 精灵狂野派泽煮熟了就直接吃 宝堂子总算投入到了使用当中 男主本想跟女孩们讲解一下使用过程 却不想他们竟然要求男主亲自示范一点 男主虽然有点犹豫 但他还是乖乖的脱下了衣服 展示了一下自己洗澡的全过程 直到最后进入浴池的步骤 这一瞬间的快感让男主失去了理智 他已经忘了自己多久没泡过澡了 毕竟自从前世住院他就被禁止入浴 此时男主的幸福生活才刚刚开始 第二天小黑带了五个精灵妹子过来 他们是紫毛精灵当时一起离开部落的同伴 足足花费了两百年的时间才重新聚到了一起 一回生二回数 男主当然不会拒绝这几个美丽的精灵妹子 随后紫毛精灵就号召着大家一起开新家 顺便还能帮男主的小家翻新一下 想到最近因为后宫的壮大的确有点拥挤了 男主果断答应了下来 这一切都被初代小黑子看在眼里 他注意到自家女主人越来越多 而他自出生就独自生活在这座森林 和其他雄性的斗争从未输过 直到有一天遇到了他老婆 虽然打架输了但狗生赢了 很快老婆就怀有身孕即将临盆 小黑子开始期待自己的黑子家族 但自那以后夫妻俩遇到了森林之王熊大 幸运的是熊大并未吃掉他们 因为受伤他们无法狩猎 只能躲到连熊大都不敢接近的森林中心 也因此邂逅了男主 他们无法理解其他隐居的精灵都是巨无定所 而男主却能独自生活 但他们感受到万能农具散发的未知力量 本以为会被男主干掉 却没想到男主不仅收留他们 还处处为他们着想 孩子出生以后他们决定任男主为主 虽然黑子家族愈发壮大 但男主的后宫也在增加 在初代小黑子眼中能有这么多后宫的男人 一定不是等闲之辈 他唯一在意的事情就是男主似乎还不知道 他们小黑子一族其实是令人恐惧的地狱狼 这个农民是真的行 因为家里的老婆实在太多 老婆们不得不亲手为他建造了一栋大别墅 里面不仅设施十分齐全 甚至还贴心地准备了一个大被童年的专用房间 男主虽然对此满意的不行 但他总感觉自己的腰子好像在隐隐作痛 不过这终究是男主自己造的念 他咬着牙也要勇敢地坚持下去 于是他看到肚子饿了的老婆们 决定今天挑战一下新菜色 那就是传统美食咖喱 男主只要是使用万能农具 种出的农作物甚至不受气候的影响 所以他轻松得到了咖喱所需的辛香料 这是咖喱香味的主要来源 然后就是香菜 显然男主对他的味道喜欢的不行 所以当他看到小狗们好奇的目光 毫不犹豫地就递了过去 这一幕直接让鹿鹿两人震惊的不行 就连地狱狼都接受不了的植物 到底能有多苦 很快男主就将所有材料都收集完毕 而他的帮手也只有一个 那就是精灵头的丽娅 或许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男主的咖喱制作得非常顺利 等他将盖子合上 接下来只要等待就行了 可就在这时 男主突然感觉好像忘了什么事情 男主发现自己就是个笨蛋 竟然将咖喱最搭配的主事给忘了 随后他紧急地数了数后工人数 发现自己的工作量好像无比巨大 随后他交代了丽娅一个任务 那就是将面团感平 而男主则是负责将面饼放在锅上 而此时近身为香菜党的鹿鹿 突然发现旁边好像有镜头 似乎有一种奇特的香味游荡在附近 直接给迪雅厄的肚子咕咕指教 很快男主就做好了数十张囊 地旁的咖喱似乎也差不多了 于是等老婆们坐在餐桌前 看着咖喱那熟悉的深褐色 甚至就连筷子都不敢伸一下 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主 当然要在此时做好表率 没错 这就是他熟悉的味道 看到男主幸福的表情 女孩们也终于鼓足了勇气 面带凝重地将咖喱吃了下去 但没想到味道意外的美味 甚至越吃反而肚子越饿了 看着已经搜刮干净的大锅 男主再一次落得了饿肚子的下场 但看着眼前一个个娇艳的老婆们 他感觉自己好像都看饱了 很快冬天即将来临 男主开始了过冬的粮食储备 先是储存好足够的柴火 然后带着土豆来与小蜘蛛 进行邪恶的交易 成功获得了足以过冬的几十张棉被 当然老婆们也不会袖手旁观 精灵们会持续地制作小道具 露露和地亚则是帮忙储存粮食 将肉调味后再熏制干燥 因为小狗们冬天无法出去补练 所以他们必须事先准备好大量粮食 最后就是考虑如何储存蔬菜了 先将蔬菜放进叠好的箱子里 铺上一块布再盖上一层雪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雪式 因为下层是空的也不用担心近视蔬菜 看着旁边正在卖力工作的露露 男主心中羡慕的不行 他也好想能使用魔法呀 幸亏附近没有人 要不男主的袜子都快抠漏了 别看火焰只是出镜魔法 但没有努力学习也是办不到的 男主想想也是 不过当他看到大家使用魔法的轻松样子 他就有种我上我也行的感觉 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露露告诉男主地亚的魔法难度很高 男主不禁感叹地亚还真是厉害 这不禁让露露有点吃醋 明明他也是很厉害的 但话说回来 大家都这么厉害且可靠 哪像男主就只会种地和做饭 但露露对男主的话很是不满 明明最厉害的就是他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生存的地方 完全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很快身东将至 既然没有了后顾之忧 男主决定打造些娱乐项目 首先就是经典的黑白棋 除此之外还有夕阳棋和麻将 看着女孩们疑惑的目光 男主为他们解释了一下规则 露露疑惑这么简单的游戏真的好玩吗 旁边的地亚瞬间嘲讽了她的见识浅薄 越简单的游戏才越讲究策略 看到男主称赞地亚的聪明 露露可不干了 她毫不犹豫地向地亚发起了早战 而这也正合地亚的心意 毕竟两人可早有积怨 于是在几人严肃的神色下 露露眉头紧锁 不到一分钟她就濒临战败 可就在这时 露露毫不犹豫地玩起了小花招 只见地亚一个响指 地下的棋子直接飞到了空中 看到自己的大老婆和二老婆玩得很温馨 男主决定看看小老婆们的情况 就当两个女孩纠结不已的时候 小黑及时地为丽亚指点迷惊 竟然直接让她获得了胜利 男主此事完全懵逼了 尤其是她看到两只狗狗正在用西洋器厮杀 她更是不知道该怎么吐槽 看着他们就仿佛感受到了一种恐怖的气息 男主决定还是不打扰他们为好 可露露却不这么想 无视男主的阻拦她就向小黑发起了挑战 这回露露甚至连耍赖都不敢 于是男主为了帮露露报仇 拉上小黑他们就玩起了麻将 就算是小黑 应该也无法完全掌握麻将复杂的规则吧 就当男主极其自信地打出一张牌时 丽亚突然发现自己好像胡牌了 甚至地亚也不甘示弱胡了牌 就当男主庆幸他们都是小胡使 小黑亮起了自己的牌面 竟然是国师无双十三面厅 男主直接输了个倾家荡产 来到了角落与露露作伴 就这样 男主和老婆们度过了愉快的冬日时光 而且意外的每天过得非常快 一家子其乐融融简直不要太幸福 很快就到了冬雪融化春天来临的时候 就当他准备和老婆们度过新的一年之时 大树上突然传来了小蜘蛛的警告声 根据敲钟声的次数 男主总算赶到了预警地点 这个农民玩的是真变态 家里明明有几十个娇滴滴的美娇妻 却天天让他们光着小脚丫做农伙 眼看男主对此还是不满足 大老婆直接让妹妹带着庞大的女徒小队加入了进来 见此情形 身为天使的二老婆也不甘示弱 他果断也喊来了自己的美女手下 直接让男主的后宫突破了三位数 农民当到这份上也算是前无古人了 但他很快就遭到了暴力 一头巨大的飞龙突然袭击了他的领地 看着飞龙散发的恐怖气势 男主有点不知所措 不过好在后宫们的武力值也不低 及时地使用魔法挡住了飞龙的攻击 但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 看着拼尽全力灭火的精灵们 男主忍不了了 他决心要保护所有人 只见他的手心突然散发出光芒 下一秒一柄长枪就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等男主追了上去 映入眼帘的就是飞龙庞大的尸体 经过蒂亚几人的分析 飞龙的出现应该只是一个巧合 所以现在就只剩下一个问题 很快男主就将飞龙端上了餐桌 吸软嫩的肉质直接让女孩们赞不绝口 而鹿鹿此时却想到了一个问题 如果要是蒂亚能不能挡住男主那把枪的攻击 蒂亚却是一副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的表情 而就在男主享受美食的同时 森林深处的魔王城已经乱作了一团 他们面对一只飞龙就需要动员所有兵力 现在竟然有人用两次攻击就将它消灭 这恐怖的情报直接把四天王之一的蓝灯下的当场辞职 而另一边的龙族巢穴更是直接目睹了事发全程 当场立下了绝不与男主为敌的政策 而此时的男主对各方反应根本毫不知情 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家园还缺少了一样东西 那就是成年人都需要的酒 女孩们对这件事也是激情满满 他们迅速地将葡萄采摘下来 接下来只要将葡萄压榨后发酵就可以了 于是男主为此专门打造了榨汁机 女孩们需要在上面拼命地踩踏 而男主则是负责更换酒桶 第一次踩踏实物显然让女孩们不太习惯 于是男主指挥他们绕着中心绕圈踩 看他们摇摇晃晃的模样 男主好心地提醒他们不要摔倒 但他的话音刚落 蒂亚就因为脚被卡住撞到了丽亚的身上 虽然没什么大事 但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蒂亚提议喊出口号好让他们的动作整齐滑一 于是在精灵妹子的剑意下 眼看此时气氛如此不错 露露拉着男主也凑了上去 于是在一片欢声笑语之中 葡萄酒的初步工作总算完成了 这样一来只需要等待就好了 此刻神界正在上演赴此女校 女儿农神很不满父亲让男主背过受罪 想偷偷补偿却把人家送到死亡之孙 还把神枪的复制品给了男主 虽然男主只是当作农具在使用 但正常情况是会瞬间吸干男主的生命力 幸好神明赐给了男主健康的身体 恢复力才能超过被吸收的量 最让农神不能接受的是 男主竟然把他的神像做成了老爷子形象 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 小蜘蛛再次敲向了警报 等男主赶到现场 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只小魔力 经过解释男主才知道 弗洛拉是露露的表妹 自然也是一只吸血鬼 她是担心姐姐的安危才追到了这里 虽然弗洛拉很不理解 为什么自己的姐夫看起来如此普通 但当她得知男主不仅是地狱狼的主人 更是打倒飞龙的神秘强者之后 弗洛拉瞬间五体投地地认识道歉 说到底弗洛拉只是一个小女孩 所以她很快就沦陷在了男主的美食攻略之下 于是她果断决定定居在这里 但在此之前她需要回家准备一下 直到一个月之后 弗洛拉带着自己的女仆就回来 比起这些女仆 男主最在意的还是他们带来的牛 因为这样她就可以做奶油和起司了 看着眼前和谐的一幕 蒂亚的脑子开始飞快运转 别人都是成群结队 只有她自己势单力薄 再这么下去她可就一点地位都没有了 于是蒂亚果断地向男主请了假 等她再次回来 身边直接跟着一群手下 不仅有着武力超群的天使妹子 甚至连强壮的蜥蜴人都囊括其中 最重要的是蒂亚给男主带来了能下她的美金 看到男主满意的模样 蒂亚瞬间开心的不行 伴随着文明程度的提升 男主发现了各个种族有着不同的个性 女仆们身为鬼人族 每个人简直就是家务专家 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们对美食不怎么讲究 于是在男主的培养下 女仆们的料理既能突飞猛进 而蒂亚带来的三名天使族更是不得了 自从有他们负责每天的巡逻 家里的防御等级显然直线上升 至于户外的体力活 现在已经全权交给了蜥蜴族负责 直到现在男主才意识到居民好像多了很多 他已经完全数不清有多少人了 就在这时 丽亚又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他将森林中的其他同伴都聚集了起来 看到眼前数不清的女孩子 男主很好奇为什么没有男的 殊不知精灵族的男性几乎就没有存活下来 不过丽亚对此并不担心 毕竟只要接下来好好增加此次就好了 等过了几天 男主将各族代表都召集了起来 其实他今天有件事想要和代表们商量一下 他想要为这里取个名字 虽然最初这里只有他的小屋和农田 但后来增加了许多建筑物和居民 变得就像个村子一样 所以他想为村子取个名字 对此露露提议不如就直接使用男主的名字好了 男主果断拒绝 毕竟听起来很尴尬 于是安提一用这座森林来命名 但死亡之村实在是有点恐怖 就在这时 小蜘蛛突然举起了手 就这样 男主为了庆祝大树村的建立举办了宴会 在酒精的帮助下 这里每个人的笑容都洋溢着幸福感 或许这就是男主梦寐以求的生活吧 这个农民真的离谱 只因家里的美娇妻实在太多 他竟然被迫成立了一个村子 而且为了满足他这个奇怪的嗜好 邻村马不停蹄地就送来了温柔美丽的少儿娘 男主虽然对此很是满意 但当他看到附带的三个小男孩时 瞬间感觉自己的节操掉了一地 自从大树村成立以后 村民生活得都很开心 男主也变得忙碌了起来 这是一个天使急匆匆地找到了他 说是有魔王国的使者前来拜法 很快男主就看到了这个名叫杰尔的使者 他彬彬有礼的模样让男主有点意外 但这毕竟是他身为村长的首次工作 虽然杰尔犀利的眼神让他有点慌 但他还是强迫自己冷静地上前接待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杰尔伸出手就拿出了珍贵的见面 其实这次杰尔来是想和男主 讨论一下这个地方的威胁权 不等他说完男主就想起 这片地似乎是属于魔王的领地 难道这是要让他交税吗 还是说想要把他从这里赶走 虽然心中有点害怕 但作为村长男主还是决定强硬一点 如果魔王能够同意他们在这里生活 他可以用一成的浓作物来交税 听到这句话 杰尔的眼神骤变 男主本以为他是嫌少 却不想杰尔瞬间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 弱弱的询问这样真的可以吗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杰尔看起来开心得不行 直接给男主整得一愣一愣的 很快男主就签订好了契约 并且为了弥补自己过于强硬的态度 他还给杰尔带了一份土特产 男主的这波操作得到了 露露等人的一顿夸赞 毕竟交税的话魔王就得保护他们 而且别人一般都是五六成 男主这一成简直不要太划算 况且对方给的伴手礼 可是珍贵的万灵药 而此时的魔王城也是乱作了一团 他们没想到能够击杀飞龙的男主 竟然打算投靠他们 难道是有什么阴谋吗 虽然杰尔也有这种担心 但他只能选择接受 毕竟大树村可是有着 吸血公主和歼灭天使这种传说人物 不光如此 那里还有高等精灵军团和地狱狼群 就连村门口的守卫 都是传说中的扑杀天使 他本以为自己都要死定了 这种情况下说要投靠他们 他根本没有拒绝的权利 要不然魔王城的主人估计都得换人 但好在男主的态度还是很有好 甚至还给他们带来了土特产 对此拉兹瞬间来了兴趣 不顾杰尔的阻拦 他拿起盒中的苹果就送进了嘴里 这还是他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水果 就在这时 杰尔突然发现苹果的包装不太对劲 这竟然是巨大恶魔之珠的私质城 拉兹瞬间懵了 毕竟那可是与前几代魔王大人 打得不分上下的恐怖魔兽 对此兰登再也受不了了 他这回一定要辞职 而男主这边也遇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他的面前出现了一只会说话的巨龙 巨龙介绍自己名叫德莱姆 是个名门正派的龙 说话间一个男人就送上了手中的见面 里面是一柄看起来就很贵的绑剑 男主客气了一下就询问了他们今天的目的 其实德莱姆在南方的山上有一座巢穴 虽然和男主离得挺远 但也算得上是邻居 于是今天特地来打个招呼 男主倒是很欢迎他们的到来 但他有点不明白德莱姆一直低着头是什么意思 听到这句话 德莱姆连忙之乱起了自己的身子 听到男主觉得这样说话太费劲 他二话不说直接变换成了人类 酒过三巡之后 第一次尝到红酒滋味的德莱姆超超再也不回家了 他要永远地待在这里 直到受到仆人的教训后他才老实了下来 乖乖地带着男主给他的土特产离开了这里 事到如今男主也不得不考虑起了大树村的代客之道 于是他决定盖一座专门接待外宾的房子 在经过精灵们的仔细规划之后 房子的事情提上了日程 接下来就是迎兵制度 现在他们是由天使妹子们将客人押送到村子里 而且小蜘蛛一旦发起警报 所有人都会拿起武器虎视眈眈 这根本称不上是迎兵 于是男主就给小蜘蛛制定了一个新暗号 而他的这些准备工作很快就派上了用场 几个兽人突然来到了这里 他们自称来自好林村 想要与大树村地结有好关系 这回轮到露露出场 他先是客套了几句 然后就给兽人们来了一个下马威 直接让小黑他们赶出了几个隐藏起来的兽人 男人瞬间没有了底气 在保证自己不会轻举妄动之后 他们来到了新建城的迎客大厅 看到几个兽人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蒂亚二话不说就将大门锁了起来 男主对此满脑子问号 但蒂亚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 带着善意的来访者一般都会准备败手 虽然不能说他们一定图谋不回 但既然没有遵照流程 自然也无法获得相对的待遇 从吃的这一块就能看出明显差距 看到男主不好意思的模样 班也丝毫没有给他面子 最终兽人们吃的还是一些未加工过的食物 但好在男主还是坚持给他们准备了酒水 不过还是限制了美人最多两倍 但没想到这帮兽人吃的还是不亦乐乎 经过男主询问得知 好林村的主要谋生手段就是狩猎和采狂 他们会翻过山头与人类村庄进行冒络 但最近因为纠纷贸易呈现停滞状态 所以他们看中了大树村 从结果而言好林村的态度还是友好的 他们那里有许多矿石制成的物品 全都是男主想要的东西 相反的他们很需要粮食 所以两个村子的贸易就这样开始了 临走前授人向男主道了歉 他们还是第一次知道伴手里这样的习俗 下一次他们一定会准备的 但他们的村子实在太穷 估计也带不来什么好东西 男主对此表示无所谓 毕竟伴手里最重要的还是新秘 不知过了几天 两个村子的交易很是顺利 不过就是苦了充当运输工具的德莱姆 但听到有酒喝他就瞬间精神了起来 另外好林村希望能让一些村民移居到这里 男主对此当然欣然接受 不过当他听说来的20人全是年轻女孩时 他就有点受不了了 事实上大树村目前非常缺少男性居民 这样的村子以后是没有未来的 于是他提出最少再加两名年轻男性 就当男主幻想着村子美好的未来之时 美丽的收尔娘终于到了 看到塞那一副卑微的样子 男主当然要好好安慰一下 他表示自己早就准备好了住宿 并且等女孩们适应了新生活后 男主还会为他们量身定做舒适的房子 并且绝对不会赶走他们的 听到这句话塞那立马开心了起来 不过话说回来 说好的男性居民呢 这个农民是真牛逼 家里取了整整一村子的老婆不说 龙王为了和他打好关系 想都没想就将女儿送给他做小妾 要不是怕吓到男主 龙王夫人差点都准备亲自上场了 但就是如此牛逼的男主也有烦恼 根据他的观察 这个世界的所有种族都会使用魔法 就连家里的宠物们都会表演几首八卧 但唯独男主连个屁都放不出来 就在他心里感到失落之时 满脸智慧的史莱姆直接让他当场破放 不过好在有收尔娘的安慰 男主总算是打起了精神 毕竟没有的东西也不能强求 就在这时 男主突然感到一阵地动山摇 天使妹子连忙找到男主会报情报 巨大魔兽格斗熊和血腥腹蛇 正在旁边剧中斗殴 虽然男主不太理解眼前是什么情报 但既然都送上门来了 男主现在只有一个问题 很快天使带着男主就赶到了现场 看到两只魔兽发现了自己 天使妹子连忙提一回村叫人帮忙 但男主却有着不同意见 只见天使妹子带着男主在空中高速移动 然后一个刀影闪过 两个魔兽秒变失财 差点没给天使们惊掉了下巴 很快男主就用红酒制作了一锅熊肉 但吃起来却是差强人意 腥味非常严重 反倒是炸蛇肉尝起来就如同炸鸡般美味 但美中不足的是缺少了一味调料 男主寻求小姨子的帮助 他需要能消灭有害微生物的药 小姨子却交给他一罐能炸飞山头的粉红液品 但他想要更加温和的方法 随后他才换成可以用在食物上的药水 男主打听他未曾研究的进展 小姨子很无奈过程不太顺利 他按照男主说的方法做 可等了很久都没有发酵 甚至还炸毁了三次小屋 随后男主开始制作新的调料 他先是打几个鸡蛋 然后加入盐巴和苹果醋 再一边倒入油一边搅拌粘稠制作成美乃滋 配上油炸鸡块简直不要太完美 接着他带着小姨子一起做味噌 首先将泡过水的大豆煮一遍 中间过程略过最后放在地下室发酵 期间需要花费数月之久 小姨子学到了 料理跟研究一样都需要毅力 就在这时 露露突然提醒男主家里来了客人 三个大胡子矮人不请自来 他们听说这里拥有上好的美酒 特意前来想要尝尝看 男主听完想都没想就要答应下来 但地亚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毕竟哪有让人白吃白喝的道理 矮人表示自己虽然没钱 但他们拥有高超的酿酒技术 这里优良的作物绝对能酿出爵士好酒 于是几个女孩瞬间露出了期待的表情 很快在几个矮人的努力下 精英剔透的玉米酒就制作完成 男主仅是尝了一小口酒就变得满脸通红 就这样 矮人们成功加入了大树村 于是男主特意举办了 寿人族和矮人的欢迎会 在美酒的刺激下 大家玩得都很开心 尤其是龙王德莱姆 要不是仆人及时出现 他差点就当场射死 而男主看着矮人却起了小心思 这次村子里终于来了成年男性 他试探地询问矮人在这里 有没有他欣赏的女性 对此矮人确实一脸为难 这里的女孩对他来说实在太小了 至少也得有点胡子才行 这天男主突然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一头巨大的飞龙 竟然静止地朝村子袭来 男主丝毫没有犹豫 他召唤出长枪就打算先下守围墙 可就在这时 德莱姆竟然从旁边杀了出来 他严肃的表应似乎是在警告对方 不等男主整明白 远方竟然又出现了一头飞龙 其杀气腾腾的模样 让男主不再犹豫 直接一枪就射了出去 但白龙显然不是吃素的 面对男主的攻击 他竟然及时躲过去 经过仆人的介绍 男主这才知道这三头龙 竟然是一家三口 他们发现德莱姆经常夜里偷跑出来 完全是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 夫人立马认定他外面有人了 虽然德莱姆对他们的猜忌很是无语 但谁让他每次都从宝库里拿走很多东西 甚至就连晚上都不回家 听到这男主也明白了 这就是德莱姆平常带来的土特产 再加上男主为他建造的别墅 这不妥妥的出轨现场吗 夫人瞬间露出了恐怖的笑脸 他倒要看看德莱姆该怎么解释 眼看气氛缓和下来了 男主率先承认了错误 德莱姆瞬间受宠若惊 他连忙让妻女也赶紧道歉 聊到这里误会也算是解除了 为了不打扰他们一家人的温馨时光 男主挥手与他们道了别 而德莱姆此时也不再装傻 他相信夫人也借此机会了解到了男主的恐怖实力 与大树村维护好关系绝对至关重要 毕竟夫人面对男主的攻击竟然只有躲避的机会 况且要不是有那位老朋友帮忙 他恐怕连站在这里的机会也没有了 于是他决定交给女儿一个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暂时居住在这个村子里 男主的力量他们不能做事不管 他相信女儿至少能不让男主将矛头指向他们龙族 就这样 龙女拉斯蒂也成为了大树村的一员 初来乍到的他虽然干尽十足 但农活似乎不是他擅长的领域 毕竟龙族的肉体力量简直不要太离谱 到底该如何安排拉斯蒂让男主很是头疼 而且自从德莱姆一家来了之后 全村的动物都被吓坏了 说起来龙族这种生物不仅力量强大到让人恐惧 知识与智慧也是高人意的 听到这句话 男主瞬间想到了什么 于是等杰尔上门拜访之时 他直接被吓傻了 毕竟他的眼前出现的可是传说中的龙族 杰尔甚至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所以面对拉斯蒂的水果推荐 他连拒绝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买了一大堆水果回去 眼看大树村的战斗力越来越离谱 杰尔终于掏出了压箱底的计划 为了魔王城的未来 他决定交给女儿雷姆一个任务 那就是混进大树村调查情报 对此雷姆欣然答应 毕竟没有什么任务能够难倒他这个魔族中的天才上午 很快雷姆就来到了大树村的上空 但从外表也看不出来什么 于是他决定从正面待访 但他刚进门就被拉斯蒂给吓了一跳 毕竟这可是以凶暴闻名的危险龙主 于是他乖乖地跟着拉斯蒂参观了大树村 可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传说中的龙族 会在这里自豪地介绍农田 就在这时 天使妹子突然叫走了拉斯蒂 雷姆瞬间意识到这是好机会 趁现在刚好分析一下大树村的战斗力 映入眼帘的就是蜥蜴人 除此之外还有鬼人族和兽人 再加上矮人族 每一个都很棘手 不过最难缠的还是这个细血公主 但很快雷姆的脑子就转不过来了 因为他看到了传说中的歼灭天使 再加上无数个高等精灵 和成群结队的地狱狼与恶魔之珠 雷姆绝望了 这些人物凑到一起 不是分分钟就能毁灭魔王城吗 况且这群凶猛之徒之上 还有一个神秘的村长 他已经无法想象这是何等危险的人物 就在这时 男主突然出现在了他的旁边 雷姆懵逼了 这怎么还有一个弱季人类 很快雷姆就融入到了大树村之中 男主虽然对他的到来很是欢迎 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奇奇怪怪的 这个农民是真变态 明明拥有一击秒杀巨龙的恐怖实力 却偏偏喜欢光着膀子打麻将 看到巨龙老婆的亲骨骨头怀送抱 他毫不犹豫的就将女孩 当成了挖掘机一顿使用 反倒是人身蛇尾的蛇族少女 却得到了她的另眼相待 秋天是男主最喜欢的季节 不仅农作物的产量大幅度增加 凉爽的天气也会让人产生食欲 于是男主果断在家里开启了火锅派对 看着女孩们满意的神情 男主有点遗憾 火锅里要是能加上海鲜就更完美了 这句话瞬间让女孩们沉默了 从未听说过的食材让他们非常激动 于是男主只好随便举了几个例子 露露听完赶紧让妹妹查阅资料 而迪亚却有点懵逼 螃蟹那么硬的玩意儿真的能吃吗 就在这时 雷姆突然想到魔王城的南边有一座海港 那里说不定就有海鲜存在 事不宜迟 几个女孩想都没想就踏上了采购海鲜的旅程 很快三天过去了 雷姆不恕众望地带回来了一个商人 他不仅带来了男主需要的食材 甚至价格都异常地便宜 但他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成为大树村的御用商人 毕竟这里的农作物全是珍稀物主 他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提高他们的价值 眼看着男主还在沉思 鹿鹿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 仅是几句话就为大树村争取到了最大的利益 但临走前商人还有一个小请求 那就是想要贩卖村里的红酒 被吓了一跳的商人也不再废话 灰溜溜地就踏上了硅程 男主也不得不感叹这个商人看起来就很靠谱 而此时的商人看着身后的大树村 脸上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又在三天前 手下报告有人强烈希望和商会交易 还点名要会长亲自出面 会长本想命人将前来的人赶走 但他突然灵光一闪决定亲自出马 脑袋不停地渗出冷汗 作为商人来说直觉不可忽视 此刻他内心有种强烈的不安 再见到雷姆之后他终于明白 原来是四天王家的千金 要是真把人赶走的话 自己必定人头不保 当龙娘说出自己的种族和名字之后 会长差点原地去世 因为狂龙拉斯蒂的恶民无人不知 会长担心与他们交易风险太高 但又不敢视而不见 可在看到他们带来的物品之后 他知道这是最近王都的网红水果 一个就植树梅银币的好东西 得知他们的目的是水产 会长表示港口就像是他的后院 必定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 于是他让手下准备行李 送货的时候想要和他们一同前往大树村 路上会长不仅遇到了龙娘一家三口 还发现了村子里都是强大种族 唯独男主看起来很普通 就这样 海鲜火锅就被端上了餐桌 女孩们一个个都吃得满嘴流油 你见过这么多种颜色的史莱姆吗 其中还有一只谦卑不醉 因此村内进行了首次审判 除了兽儿娘以外纷纷判史莱姆有罪 却忘了人家只是史莱姆 就算给他惩罚也不懂什么是反省 相反红色史莱姆还因此成功混进第一后攻团 只要有酒喝就会带上他 这天男主又听到了小蜘蛛的警报声 他有点无影 因为这已经是村子第三次有龙来袭了 虽然男主隐隐感觉这回又是与德莱姆有关 但巨龙根本不给他思考的时间 一个火球就喷了出去 眼看着火球没伤害到自己 男主懵了 在男主的意料之中 他接踵而至的第二枪直接击落了巨龙 于是等男主赶到现场 就看到了一个笑嘻嘻的白毛少女 看到他果断投降 男主显然有点无语 他完全不明白这个女孩到底想要干什么 提到这个女孩却是一脸奇怪 他好像忘了自己来这里了 就在这时 德莱姆突然出现 他希望男主能够手下留情 毕竟这个女孩可是他的亲妹妹哈克莲 原来哈克莲所做的一切都是德莱姆的不 谁让他非要让拉斯蒂嫁给男主 虽然这是德莱姆喝醉时说的话 但他这个姑姑还是有必要来看看情况的 况且大家都说村长很强 他当然想要试试男主的身强了 可就在男主将信将疑的时候 德莱姆却告诉他这其中其实另有隐情 作为巨龙的哈克莲很快就被男主的美食吸引了 甚至他不知道从哪听说这里有麻将这种东西 他表示自己也想玩玩看 男主对此当然不会拒绝 就当他准备给哈克莲讲讲规则时 女孩却拒绝了 反正玩起来就知道了 比起这个还不如想想该读点什么 这句话瞬间勾起了德莱姆妇女的兴趣 根本不给男主拒绝的机会 德莱姆问他一般打麻将通常会读什么 男主沉思片刻 说起麻将通常都会提到脱衣服的惩罚游戏 哈克莲瞬间表示这主意不错 而男主此时却觉得自己提了个馊主 他本想让拉斯蒂拒绝一下 但他却小看了龙族的胜出心 一场不太美妙的游戏就这样开始了 无视在门口偷看的女孩们 三个龙族玩的那叫一个开心 而男主却显得有点闷闷不落 他的确是看出了龙族似乎非常喜欢比赛 但哈克莲明明是新手 而且衣服也穿得最少 可那名一般的自信是怎么回事 事已至此 男主本想着和和气气地陪他们玩一局 但事情却好像在朝着奇怪的方向发展 为什么只有他自己输成这副鬼样子 难道他们是用魔法射下了什么圈头 或者用念力偷换牌 还是透视对方的牌 但想了想男主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总而言之 他的机会终于来了 只要他赢下这局甚至能一口气结束比赛 可偏偏手里拿到的是这张牌 上局就是因为他才让自己落得如此下场 不这样 哈克莲也加入了大树村 男主没想到他意外的能干 无论什么事都难不倒他 但他嘴里却总是停不住地抱怨 没事就窝在房间里偷懒 于是男主只能派他去做挖洞 再填起来的工作 结果不到一天他就投降了 最后哈克莲选择成为了村子里的老师 看起来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而今天男主却接待了几个 前来供奉宝物的蛇女 直接给他整个一脸懵逼 经过蛇女的解释男主才知道 小黑的子孙们已经攻略到了森林深处 直接把这些蛇女们都赶了出来 虽然男主对此觉得有点抱歉 但看着狗哥们期待表扬的目光 他还是不忍心责备他们 于是男主接受了蛇女们的投降 并用他们的宝物交换了村里的农作物 男主还拜托他们负责运送交易品 直接让大树村的发展更上一层楼 而另一边的魔王城 却因为大树村的发展陷入了恐慌 几个女孩希望公主可以给大树村一个教训 这是我见过最牛逼的农民 只因神明赐予她的一具精力充沛的健康身体 她就肆无忌惮地在异世界中开启了后宫 看到老婆们每天都要不辞辛苦地 为她带回新的女孩子 男主也是非常心疼 尤其是当她得知正宫已经有了宝宝之时 她整个人都懵逼了 这天雷姆得到了一个令她震惊的消息 那就是魔族公主被奸人所挑拨 铁了心的要攻打大树村 于是为了不让魔族毁灭 雷姆决定用温柔的方式将公主劝回去 于是公主的骑士们就遭受了此生最大的恶梦 因为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三个恐怖的蛇女 看到骑士们疯狂跪地求饶 蛇女严重怀疑石箱苹果的报酬是不是太多了 很快男主就看到了三个浑身僵硬的女孩 雷姆介绍他们是来自魔王城的宜居志愿者 他们已经洗心革面 只想在这里拼命工作 男主看了看眼前的三个女孩 发现他们完全是一副英勇就义的表情 虽然心中有点疑惑 但男主其实最好奇的还是旁边的这位 对此雷姆也有解释 这个名叫优利的女孩是作为她的朋友来村子里参观的 直接就把她当成空气就好 虽然知道眼前的情况有点诡异 不过男主还是选择相信雷姆 看到他转身离去 雷姆瞬间变了脸色 他威胁几个女孩要好好工作 只有表现良好的人才有机会离开这里 随后雷姆带着幽丽就参观了村子 没见过世面的公主直接被这些新奇的东西吸引 尤其是当他看到毛茸茸的小孩子们 更是一副爱不释手的样子 但一旁的三人组对此却是非常不满 他们堂堂贵族怎么能住在这种乡下地方 于是他们就在逃跑的途中遇到了地狱狼 瞬间被吓得魂都没了 第二天他们决定白天出头 然后他们就看到了非常友好的恶魔之助 有了这两次教训 三个女孩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 他们秒便听话小宝宝 发誓自己一定会拼死工作的 男主对此也是很欣慰 于是就将他们命名为秘书少女组 而另一边的公主对疯狂撸狗的雷姆非常羡慕 要知道传说中的地狱狼就算出现一只也会造成巨大混乱 没想到他小时候竟然这么可爱 然后公主就在雷姆的剑下扔出了手里的飞盘 站着不动就完成了遛狗的工作 公主没想到这个村子竟然如此神奇 以前的她也是真的愚蠢 竟然想把战争带到这座美好的村子里来 只是几天的时间 秘书少女们就被村里的美食腐化 最重要的是这里的澡堂真的很舒服 看着几个悠然自得的女孩 男主对此也是欣慰不已 不过她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露露的身材竟然不变了 其实露露也很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变身魔法有点失灵了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或许几天后就好了 就这样 在公主的建议下 魔王城的女孩们都亲自体验了农活 悠闲的日子也很快过去 终于来到了公主离开的时间 兽儿娘为她准备了丰富的食物 不过在临走前 她很好奇秘书少女们不跟她一起走了 三个女孩一边嚼着食物 一边表示自己要留在村子里偿还恩情 反正她们就是不走 没办法 公主只能自己一个人回家了 等她离开后 男主准备检查入冬前的收成结果 出乎意料的是收成实在太多 她眼前的这些竟然是仓库装不下的东西 于是为了不浪费 拉斯蒂决定带一些回去给德莱姆 在经过男主的同意后 哈克莲也打算给双亲带回去点 她的双亲自然就是拉斯蒂的爷爷奶奶 不得不说的是 哈克莲的父亲居住在北大陆 母亲则是住在南方 这句话一出 比亚瞬间想到了什么 难道哈克莲的双亲 是传说中的龙王与飓风龙吗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众人震惊了 而男主却只是感觉这个名字好帅气 于是等哈克莲前往北方后 他不知道从哪带回了几个女孩子 竟然是男主从未见过的黑皮精灵 但其实他们是被人称为山精灵的存在 他们原本住在山岳地区 但后来因为找不到粮食而被迫迁移 于是他们就遇到了好心的哈克莲 看到男主露出了沉思状 为首的牙还以为男主是不愿意接受他们 他只好表示自己会尽快离开的 懵逼的男主连忙解释 自己只是在思考女孩们应该住在哪里 听到这句话 女孩们瞬间欣喜若狂 哪怕是让他们打地铺 他们也是愿意的 就这样 山精灵们成为了居民 但一生要强的他们从不吃借来之时 所以他们决定自己狩猎食物 然后他们就遇到了猎人生牙中的滑铁 看着牙带着一身伤回来 可给男主下一题 他劝牙还是不要太勉强了 牙不得不感叹男主还真是温柔 突然他发现男主正在制作什么 男主解释自己正在制作淘气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步骤正确却从没成功过 男主意识到果然需要用黏土才行 听到这句话 牙瞬间来了斗志 毕竟他们可是出身山林 绝对能找到男主需要的黏土 就算遇到危险也没关系 毕竟他们最擅长的就是逃跑 于是男主很快就得到了完美的淘气 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 丽亚突然告诉男主 牙在北方的山谷里发现了迷宫的入口 所以她希望可以带队前往调查 虽然男主很担心女孩们的安全 但看着叙事待发的地狱狼们 男主还是同意了下来 就在丽亚出发之后 被抓个陷阱 只因他们想要偷偷地给男主擦背 这种偷跑行为 必然受到雷姆冷酷的处罚 一段时间之后 丽亚总算回来了 他们告诉男主必须要讨伐北方的迷宫 因为那里有着血腥附蛇 而他们是真的需要这种魔兽 这可是关系到精灵一族命运的大事 就在男主一脸懵逼的时候 旁边的牙告诉了他答案 秋天很快过去 就在冬天来临的某日 男主突然来到了露露的房间 他听说露露的身体不舒服 露露虽然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 但也不用过多担心 反正他也只是有点小兔而已 说不定休息一会就好了 就在男主刚想松口气时 塞纳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原先的村子好像也有这样的人 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祝福 这个农民是真不要脸 只因他若鸡到砍不动木桩 导致他在后宫面前没了面子 他就毫不犹豫地掏出了神器 一枪将天都捧了个窟窿 自从男主的老婆怀孕之后 他的小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每天照常关心一下老婆的身体健康 然后就是与美丽的女仆们互道早安 顺便一提男主每天不早起也是有理由的 因为女仆们总是固执地比男主起得更早 所以这是男主为了不让他们 勉强自己的无奈之举 绝对不是想要偷懒什么的 每天安都会向男主会报家里的情况 比如昨晚史莱姆入侵了粮仓 整整喝掉了一桶的红酒 虽然牺牲的是专门为防范史莱姆准备的小酒桶 但这依旧让安感到无比心疼 之后就是早餐时间 因为餐厅没办法容纳所有后宫 所以早餐必须分出三次进行 第二轮的早餐是女仆们 第三轮则是没赶上前两次的人 而唯一的例外就是龙女姑妈 她有时候甚至连第三轮都赶不上 就在这时 天使妹子突然传来了一个情报 说是昨天有三只杀人兔企图接近村子 然后直接被小黑秒杀了 不过这也是好事 因为他们可以充当村里的粮食储备 别看天使妹子看起来精明能干 他们私底下气势相当散漫 完全不擅长家务不说 就连早餐都是全靠女婆们送到嘴边 打扫和洗衣服也是都交给了蜥蜴人处理 但反过来他们也是真的拼尽全力守护村子 这也是让男主十分感激 等早餐结束之后 男主就来到了田里工作 他每天都能看到农作物上出现黑球 说起来男主从没在这里见到过认识的害虫 取而代之的就是这种黑球 好在家里的小宠物们很是负责 每次黑球出现都会来通知男主 而男主的应对方式就是浇水 毕竟万能农具变成的水壶似乎有着去虫效果 随着男主一点一点的扩大农田 如今农田的规模已经逐渐离谱 虽然每天巡视起来很是辛苦 但看着农作物顺利生长 满满的收获感却让男主很是幸福 忙碌之后就是午餐时间了 但男主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吃午餐在这个世界似乎很罕见 当时露露两人都是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 精灵妹子们就更别说了 他们甚至连早餐都感到困惑 看着大口干饭的女孩们 男主觉得自己好像总算做了件好事 午休之后就是继续工作 虽然人手增加之后务农都变得轻松了 不过耕田和种植新作物的工作还是男主负责 过去他只想着能吃饱饭 现在他决定为以后的文明生活增加点色彩 而除了务农之外 男主还会制作一些村民委托的小道具 这得多亏有万能农具 以前堪称手残党的男主也能做出像样的东西 之后男主也会偶尔看看大家的战斗训练 虽然他希望女孩们永远不用上战场 但为了以防万一 村民们还是自发地开始了定期训练 对此男主也没说什么 毕竟适度活动有益于身心健康 看着眼前的木桩 男主少见的摆好了架势 但帅不过三秒 仅是几下他就没有了力气 突然间他看到了牙手中的飞刀 他瞬间来了兴趣 但现实总是残酷的 看到男主废物的模样 牙直接给他来的现场教训 气得男主直接掏出了神器 一下就贯穿了天际 瞬间俘获了少女们的芳心 等太阳下山后就准备回家了 看着眼前的新菜品 男主问了问安的自信程度 在得到两成的答案后 男主有点慌 他还是希望有五成自信的菜在端上餐桌 晚餐餐桌上的人数增加了不少 男主在此时也会听取各方的报告 晚餐之后就是入狱时间 男御室大多都是一人包场的状态 原先的日子他可是受够了 现在他总算能放松一下了 最后就是回房休息的时间了 但每天这个时候 男主总会感到一股紧张感 村子的矮人整天都在卖力酿酒 但给他的印象却总是醉醺醺的 矮人不自知 认为酒醉的状态不可能酿出好酒 就算在酒窖轮斑顾火的时候 他们酿的酒虽然男主觉得不错 但矮人却说不太行 因此可以继续蒸馏加入果汁 矮人希望村子的葡萄能增加三倍 男主无奈只能尽力而为 这天兽儿娘突然找到了男主 说是门口来了的怪人 然后男主就在神像前看到了一个 五体投地的男人 男主懵了 他都不知道这家伙是从哪冒出来的 就连天使妹子和小蜘蛛都没发现 经过了解才知道 始祖大人听说露露怀孕了还以为是谣言 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其实露露也很吃惊 毕竟他们吸血鬼原本是靠写制契约来增加血组 虽然很罕见 但孩子就是吸血鬼的宝物 此时男主终于忍不住询问起了始祖大人的身份 其实始祖就相当于露露的爷爷一样 别看他那样 其实始祖已经四千岁了 男主瞬间懵逼 这怎么看都像是住在附近的凌家大哥哥 而始祖活得久的秘诀就是要经常删除记忆 像是姓名和家人等等 为了不忘记这些重要的人和事物 其他不重要的东西就要忘得一干二净 虽然开始有点不安 但是过一次就习惯了 其实始祖来到这里本来想看一眼就默默离开了 但没想到他在这里闻到了一种气息 就是大树下的那尊神像 他从没见过如此完美的神像 不由自主地就五体投地了起来 而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是他在出生时见过一次神明 虽然他已经记不起神明的样貌 但他也尝试过无数次想要打造神明的神像 却都没有这座神像完美 看到始祖失落的样子 看到始祖失落的样子 男主提议不如雕一尊心的给他 听到这个消息 始祖欣喜若狂 然后男主就再次看到了他五体投地的模样 临走前始祖想要给男主报仇 但男主却拒绝了 毕竟这就跟把神明给卖掉了一样 于是始祖决定再好好想想用什么当谢 随后他向姐妹两人送出了祝福 并再次感谢了男主 看着他离去的身影 男主不禁感叹这可真是个神奇的人物 而另一边的始祖已经来到了一座大教堂 他正是神教的宗主 距离他上次回来已经过去了五十年 之前年轻的小伙子已经变成了糟老头子 而始祖此行回来的目的 就是要供奉身后的这尊神像 老头开始还有点不太理解 但当他看到神像的真面目瞬间就被折服了 他甚至要给这个神像的雕塑 加赋于伟大的称呼 但这却被始祖拒绝了 毕竟他深知男主不在乎这种 但他还是决定暗中帮助大树村 于是他传告所有神殿 要对男主与大树村保持永远的境遇 而此时的男主刚刚打了一个大喷嚏 就在他疑惑之时 旁边竟然传来了钢琴声 原来始祖派人送来了一架非常气派的钢琴 说这是给碌碌孩子的贺礼 而放钢琴的地方经过大家的讨论后 决定放到村子宿舍里的餐厅 此时一旁的三小只来了兴趣 他们认出了这架钢琴 是原先摆在大神殿里的 这等珍贵的东西 他们也想谈谈试试 刚巧此时没有别人 要是能弹一下 估计能骄傲一辈子 随着琴和的打开 三个女孩反倒是怂了起来 看到谁也不敢先下手 他们立马关上了钢琴 于是男主就拜托商人 买了一架练习用的钢琴 虽然男主不太清楚细节 但他还是看出了 始祖送的明显更高级 就这样 钢琴明显很受欢迎 所有人都想试一试 但谈得好的 只有雷姆等魔王国的人 不过其他人 也有在很开心的练习 美好的日子 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是我见过最牛逼的农民 别人穿越异世界 不过是打怪升级装逼 但他却凭借务农 种出了一个和谐的 一种族后宫 甚至最后还给自己 种出了一个健康的儿子 但在孩子出生之前 男主其实很好奇 肚子里有小孩 是种什么感觉 而这个问题 也是所有女孩的疑惑 肚子这么大难道不重吗 露露想了想表示 大概有两颗白菜那么重吗 这么一形容 逼啊就明白了 那还真是挺辛苦的 无视精灵满脸羡慕的眼神 其他女孩都想知道 自己能为露露做点什么 而露露此时虽然还算有食欲 但不能喝酒 却让她有点不适应 听到这句话 所有女孩都是一副 没了爹娘的表情 不知过了多久 男主就看到天使妹子们 跪在了自己身前 他们实在是看不下去 大家闷闷不乐的药 所以他们希望男主 可以卖掉村子里的酒 懵逼的男主 直到现在才明白 原来大家为了照顾露露的情绪 都自发的戒了酒 可他们每次吃晚饭时 都会忍不住的想要来一口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折磨了 所以这样不如 直接斩断痛苦的根源 男主听完连忙劝他们冷静 毕竟卖掉酒后 大家可能会后悔的 所以不如换一种思考方式 刚酿好的酒 经过存放后 会产生不同的风味 大家完全可以期待以后的享受 和平的日子 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离露露临盆的时间 也越来越近了 这石牙走进了屋子 她带来了山精灵 传说中能精神百倍的秘药 希望可以对露露有点帮助 紧接着龙女又送来了 能恢复魔力的宝石 这可是她从父亲拿 好不容易偷来的 而安静过苦心钻研 也带来了传说中的布丁 还不等露露多吃两口 丽亚就送来了祝福的花环 至于她的亲妹们 则是带来了 亲手调制的豆腐番茄汤 甚至就连宠物们也不甘示弱 纷纷带来了 看着天边落日的余晖 露露从未像现在这么幸福过 毕竟桌子上的每件东西 都是大家对她的美好祝愿 但男主看着手中的锤子 却满脑地问好 但不等她转明白 她就发现露露的表情 有点难看 此时大树村的每个女仆 虽然都是一副紧张的神情 但他们仍然完美地 进行着手上的工作 而露露则是在拼命地忍耐痛苦 心中暗暗希望自己的孩子 可以平安降生 至于男主 虽然在重要的时刻来临时 她慌了手脚 但她明白此时 已经没有了她能帮上忙的地方 就在男主焦虑之时 她突然看到了窗外的大树 她默默地来到了 那个熟悉的树洞 看着天空中 依然明亮的两门明月 最初来到这里的夜晚 似乎也是如此 不过那时的她只有孤单一人 但如今有大家在 任何困难都难不住她 看着老婆怀中的孩子 男主不由地愣着 反倒是露露温柔地 让她来抱抱看 平时面对巨龙 都毫不畏惧的男主 在此时却手忙脚乱了起来 听着后面女孩们的叮嘱声 男主慢慢地抱起了自己的儿子 这种血脉相容的感觉 她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行为 但看着怀中可爱的小不点 她终于意识到 自己这是当爸爸 她在前世身患重病 只希望这孩子不要与她一样 当了爸爸的男主 就连干活都有力量 距离露露生产丸 已经过了一周 他们的孩子被取名为 阿尔弗雷德 种族虽然是人类 与吸血鬼的混血 但目前看来 和普通人类毫无区别 此时男主看向了身后的大树 几年前他独自一人 在这块土地上生活 后来居民逐渐增加 除此之外 还有了更多的建筑物 面积也越来越大 大家在一起居住 从而形成了村 最后他成为了村长 直到现在 他又有了一层父亲的身份 不过话说回来 他必须要好好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的照顾才行 于是男主只是思考片刻 就果断将女孩们 都召集到了一起 其实他最近正考虑 在村子中加入一个新制度 那就是奖励币制度 看到女孩们 投来了疑惑的目光 男主解释 这是为了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对村子的贡献 他打算发放奖励币当作泄励 他可以用来交换想要的物品 简单来说 就是类似于钱的概念 目前村子里的物品 包含农作物 猎物和交易品 但这都是先缴纳 给作为村长的男主 然后由他再进行分配 可随着村里的人口增加 他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 所以为了大家自行处理 必须要有货币 至于为什么不能以物以物 男主提了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一颗苹果等于几颗草莓 兽尔娘觉得大概能有三颗 但蒂亚却觉得能一比一 因为物品的价值是因人而异的 所以货币才应该是交易的标准 讲到这两个龙女总算是理解了 但一颗苹果应该直击 金币他们还是不太明白 不过突然导入货币可能会产生混乱 所以男主决定先用奖励币 来让大家适应一下 于是居民们每人都得到了三枚奖励币 宠物们因为无法发放给所有成员 所以每个种族三十枚 然后为了防止伪造 奖励币全是由男主亲手打造 所以一时间无法提供太多数量 不过大家对此反应大不相同 比如矮人毫不犹豫将他全部换成了酒 天使妹子则是选择交换了 德莱姆送的武器 交换家具和娱乐用品的人也不少 更有甚者 完全将其当成了装饰品 就这样 奖励币作为货币的前一阶段开始适用 结果家具和娱乐用品因此大受欢迎 男主的工作反倒是增加了 奖励币虽然能够成为衡量物价的基准 但决定他的价值时也让他头痛不一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终于到了举办庆祝露露顺产的盛大宴会了 看着大家享用美酒的夸张表情 露露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都是因为他才让大家等这么久 男主劝露露不要放在心上 毕竟大家现在看起来非常开心 还不如关心他们会不会喝醉比较好 这时男主突然发现了露露手里拿着矮人送的锤子 刚巧此时矮人们端来了一个巨大的酒桶 这是他们特地酿的新酒 专门作为露露的贺领 而此时那个锤子也总算派上了用场 在酒精的刺激下 村里的每个人都放飞了自我 但露露不得不辜负了矮人的好意 毕竟哺乳七还是不要喝酒比较好 而他看着大家幸福的表情 就知道这个酒到底多么美味 此时矮人突然来了主意 不如将酒装起来一部分保存 男主听完瞬间来了兴趣 这完全可以等他的儿子能喝酒的时候再打开 这不妥妥的女儿红吗 时光荏苒 大树村的每个人都在幸福的活着 而男主也在这天久违的做了一个梦 看着村子里一片祥和的场景 男主幸福感爆棚 不过帝亚此时带来了一个消息 那就是又有了其他森林中的宜居志愿者 德莱姆那里也有一些逃出战火的百姓 魔王城那里也提到有一些难民 经过不精准的统计 人数轻松超过三位数 这个人数的话男主觉得需要另外一个村子 露露对此非常赞同 其他女孩也是一副兴奋的模样 要不要 分开 早速会議 皆知恵を貸してくれ はい